这女人疯了 她慢慢地将婴儿举过头顶 要将她活生生烤了 然而这一切都是噩梦 不仅如此 女人还经常幻想出恶心的镜头 而这一切的原因 都是因为她有一个贪吃的孩子 但她的孩子不是一般人 会将垃圾当成食物 这天 老头被附近的动静吸引 拿着猎枪 准备想要一探究竟 但居然是一头攻击 朝着门缝继续查看时 将灯光打到前方 周围仔细寻视了一方 却发现一个满嘴鲜血的男人 只见她仓皇地逃跑 老头以为她是偷鸡贼 拿起手枪 酷吃就是一枪 回到家里 母亲用钳子 一颗一颗得将子弹拿出 鲜血染红了鱼缸 她缓缓推开门 看着正在熟睡的男孩 手里拿着刀 想要将她了结了 因为她再也忍受不了 这个食欲快赶上十个人 并且连垃圾都不放过 但女人没有下手 闭上双眼 将刀放下 因为她毕竟是自己的孩子 既然下不了手 那就自己先走一步 听到动静的男孩 推开门 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她拖动着残废的左脚 慢慢来到母亲身边 她抱着小美的手 内心充满了不舍 因为她太贪吃 才导致母亲离去 看着已经离去的女人 小帅心里产生了一个想法 她拿起已经凉透的手 放在嘴里 酷吃就是一口 但女人已经感受不出疼痛 这个世界上 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 而她却又蠢蠢欲动 她来到窗口 看到了一个强堡的孩子 不禁地抿了抿嘴巴 而这一切都讽刺了 从出生到长大 都在啃老的年轻人 时代青年 应当自强 海仓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